古代以色列人出埃及时 四十年的旷野生活中 上帝赐给他们的神奇食物就是玛纳 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 上帝为属他的儿女 预备的现代玛纳属天灵粮 就是圣经 神不仅能在旷野开道路 更贴心地为他的百姓预备属天灵粮 邀请您带着承接恩典的器皿 领取今日新鲜的旷野玛纳 欢迎收听旷野玛纳 我是孙大中 诗篇四十二篇第一节 诗人说 神啊 我的心切慕你 如露切慕溪水 灵修就是 学义要活出顺服神 中药神的生活 愿主用大能的圣手 扶持我们 带领我们走在成生的路上 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 桑姆尔的蒙照 我们思想 桑姆尔的蒙照这个题目 所要读的经文在 修约圣经 桑姆尔记上第三章 桑姆尔记上第三章 请预备好您的圣经 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 主 我愿单数你 我的主 我心爱你 我的主 我恳慕你 愿你爱来吸引我 使我心淡淡爱你 哦 耶稿我需要你 愿尽我完全数你 愿你爱来莫差我 使我心全然数你 我的主 我心爱你 我的主 我恳慕你 愿你爱来吸引我 使我心淡淡爱你 哦 耶稿我需要你 连经我完全数你 愿你爱来莫差我 使我心全然数你 愿我爱你 我的主 我心爱你 我的主 我看不你 愿你爱来吸引我 使我心等待你 Oh Jesus 我需要你 也请我完全属敌 愿你爱来莫照我 使我心全然属敌 Oh Jesus 我需要你 也请我完全属敌 愿你爱来莫照我 使我心全然属敌 桑姆尔记上第三章 童子桑姆尔在以利面前 侍奉耶和华 当那些日子 耶和华的言语稀少 不常有漠视 一日 以利睡卧在自己的地方 他眼目昏花 看不分明 神的灯在神耶和华殿内 约柜那里 还没有熄灭 桑姆尔已经睡了 耶和华呼唤桑姆尔 桑姆尔说 我在这里 就跑到以利那里 说 你呼唤我 我在这里 以利回答说 我没有呼唤你 你去睡吧 他就去睡了 耶和华又呼唤桑姆尔 桑姆尔起来到以利那里 说 你呼唤我 我在这里 以利回答说 我的儿 我没有呼唤你 你去睡吧 那时 桑姆尔还未认识耶和华 也未得耶和华的末世 耶和华第三次呼唤桑姆尔 桑姆尔起来到以利那里 说 你又呼唤我 我在这里 以利才明白 是耶和华呼唤童子 因此以利对桑姆尔说 你仍去睡吧 若再呼唤你 你就说 耶和华 请说仆人静听 桑姆尔就去 仍睡在远处 耶和华又来站着 向前三次呼唤说 桑姆尔啊 桑姆尔啊 桑姆尔回答说 请说仆人静听 耶和华对桑姆尔说 我在以色列中必行一件事 叫听见的人都必耳鸣 我指着以利家所说的话 到了时候 我必始终饮宴在以利身上 我曾告诉他 必永远降法于他的家 因他知道儿子作孽 自招咒诅 却不禁止他们 所以我向以利家 且是说 以利家的罪孽 虽献祭奉礼物 永不能得赎去 桑姆尔睡到天亮 就开了耶和华的殿门 不敢将默示告诉以利 以利呼唤桑姆尔说 我儿桑姆尔啊 桑姆尔回答说 我在这里 以利说 耶和华对你说什么 你不要向我隐瞒 你若将神对你所说的隐瞒一句 愿他重重地降伐于你 桑姆尔就把一切话都告诉了以利 并没有隐瞒 以利说 这事出于耶和华 愿他凭自己的意志而行 桑姆尔长大了 耶和华与他同在 使他所说的话 一句都不落空 从但到别世吧 所有的以色列人都知道 耶和华立桑姆尔为先知 耶和华又在视罗显现 因为耶和华将自己的话 默示桑姆尔 桑姆尔就把这话传遍以色列地 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 桑姆尔记上第三章 我们把焦点放在第十节 桑姆尔记上三章十节 经文说道 耶和华又来站着 向前三次呼唤说 桑姆尔啊 桑姆尔啊 桑姆尔回答说 请说 仆人静听 桑姆尔记上三章十节 我们就以这节经文 作为今天一块背诵 和默想的金句 桑姆尔记上三章十节 我们再背诵一次 耶和华又来站着 向前三次呼唤说 桑姆尔啊 桑姆尔啊 桑姆尔回答说 请说 仆人静听 桑姆尔记上三章十节 继续 是今天的灵修短文 桑姆尔的蒙照 桑姆尔为神奉献一生 始于他年幼时 耶和华对他的呼召 当他还是童子的时候 已经在祭司一地面前 侍奉耶和华 他渐渐长大 耶和华与人越发喜爱他 但他灵命尚未成熟 因为还未认识耶和华 也未得耶和华的末世 所以耶和华三次呼唤他 他都以为是伊利在呼唤 耶和华第三次呼唤他的时候 伊利才明白 是耶和华在呼唤童子 告诉桑姆尔 是耶和华呼唤他 我们灵性又嫩 就听不清楚神的话 求主赐我们受教的耳 是我们能听见祂的话 年轻人需要老一辈 及时地扶持带领 灵命才得以逐步成长 桑姆尔是耶和华 亲自培育的 神四次呼唤他 为的是要告诉他 伊利家将要受到神的惩罚 可见神对桑姆尔有殷切的期望 要他早日成熟 奉献他自己为神家掌舵 改变当时 耶和华的言语稀少 不常有默示的灵性低落的光景 在耶和华的教导下 桑姆尔成长起来 渐渐长大 耶和华与他同在 使他所说的话 一句都不落空 我是秦来颂阳 节目主持人 许金宁 每一天 属灵生命的喂养 就从聆听 旷野玛纳开始 邀请您每天收听 由孙大中主持的 旷野玛纳 让我们灵魂新盛 心思明亮 今天我们思想 桑姆尔的蒙照 这个题目 读桑姆尔记上第二章 我们赫然发现 神的会目 早已成了不敬前 不圣洁之人 横行的地方 挤成贼窝 当献祭成为闹剧 献祭的礼仪 已然失去敬前的实意 神直接介入其中 要为他的百姓 选招一位好领袖 在一个特别的晚上 桑姆尔初次 得到耶和华的末世 开始认识耶和华 圣经说 一日 以立睡卧在自己的地方 他眼目昏花 看不分明 神的灯 在耶和华殿内 约柜那里 还没有熄灭 桑姆尔已经睡了 耶和华 呼唤桑姆尔 桑姆尔说 我在这里 神在最深沉的夜里 呼唤桑姆尔 想他说话 根据犹太历史学家 约瑟夫考据 当时桑姆尔12岁 桑姆尔记上三章七节经文说 那时桑姆尔还未认识耶和华 也未得耶和华的末世 桑姆尔听不出神的声音 也还不能接受神的末世 他的灵命还很幼嫩 神还不能借着他传出他的旨意 因为他还不认识耶和华 做神的仆人 认识神 领受神的话语 奉神的差遣 比什么都关键 神对桑姆尔说话 成为桑姆尔全新的经验 神呼唤桑姆尔 就在说话 桑姆尔还以为是 以利在呼唤他 就跑到以利那里 说 你呼唤我 我在这里 以利回答说 我没有呼唤你 你就睡吧 他就去睡了 第二次 耶和华又呼唤桑姆尔 桑姆尔起来 到以利那里 说 你呼唤我 我在这里 以利回答说 我的儿 我没有呼唤你 你去睡吧 直到第三次 耶和华 第三次呼唤桑姆尔 桑姆尔起来 又到以利那里说 你又呼唤我 我在这里 以利这才明白 是耶和华 呼唤童子 以利虽然有经验 告诉桑姆尔 该怎么做 但是 他会不会感到羞愧 神对桑姆尔说话 却不对他说话 神宁愿借着先知 借着童子桑姆尔 对以利说话 也不亲自对他说 以利这对桑姆尔说 我没有呼唤你 而没有想到 是神在呼唤桑姆尔 以利这意识到 这是神在呼唤桑姆尔 这才对桑姆尔说 你仍去睡吧 若在呼唤你 你就说 耶和华啊 请说 仆人静听 桑姆尔就去 仍睡在原处 第四次 耶和华又来站着 向前三次呼唤说 桑姆尔啊 桑姆尔啊 桑姆尔回答说 请说 仆人静听 桑姆尔看见了 神的荣耀 他看见神在异象中 站立在他面前 呼唤他 叫他的名字 主认识他的羊 他按的名叫自己的羊 桑姆尔回答说 请说 仆人静听 神就对桑姆尔说话 桑姆尔开始分辨 神的声音 桑姆尔听见 神对他说话 没有到处去 讲他的属灵经验 没有自高自大 认为自己很了不起 而在神面前 心存谦卑 可慕要更多认识神 桑姆记上三章 十一到十四节 耶和华对桑姆说 我在以色列中 必行一件事 叫听见的人 都被耳鸣 我指着 以利加所说的话 到了时候 我必始终应验在以利身上 我曾告诉他 比永远降乏于他的家 因他知道儿子作孽 自造咒诅 却不禁止他们 所以 我向以利加启示说 以利加的罪孽 虽献祭奉礼物 永不能得输去 神对桑姆尔说 有关以利加受审判的话 桑姆尔没有跑去告诉以利 桑姆尔是 耶和华亲自培育的 神四次呼唤他 为了是告诉他 以利加要受到的惩罚 以利的沉默 成了恶事的帮凶 神不但责罚以利两个儿子 直接的罪 也追究以利 间接不作为的罪 以利错把纵容当成爱心 知道儿子作孽 却不原则阻止 尊重自己的儿子 过于尊重神 神没有叫桑姆尔去告诉以利 他要自己做决定 自己判断 结果是 以利主动问他 桑姆尔这才说 桑姆尔记上三章15到18节经文说 桑姆尔睡到天亮 就开了耶和华的殿门 不敢将末世告诉以利 以利呼唤桑姆尔说 我儿桑姆尔啊 桑姆尔回答说 我在这里 以利说 耶和华对你说什么 你不要向我隐瞒 你若将神对你所说的隐瞒一句 愿他重重地降伐于你 桑姆尔就把一切话都告诉了以利 并没有隐瞒 以利说 这是出于耶和华 愿他凭自己的意志而行 以利知道所遭遇的是出于神 就选择默然不语 神已经预先警告过以利 所以以后他两个儿子死讯传来 并没有影响他太大 倒是约桂被掳走 让他大受震惊 以利不像该隐那样 说 我受的刑罚太重 过于我所能当的 而是 默默接受了 他没有试图扭转神的判决 或者带领两个儿子 向神认罪悔改 是神展颜他的审判 以为灾祸直到自己家 没想到连约桂都被人掳走了 这个祭祀活着可说一点尊严 一点意思都没有 萨姆尔记上三章十九到二十一节 经文说 萨姆尔长大了 耶和华与他同在 是他所说的话一句都不落空 从但到别是吧 所有的以色列人都知道 耶和华立萨姆尔为先知 耶和华又在赤罗显现 因为耶和华将自己的话 默示萨姆尔 萨姆尔就把这话传遍以色列地 神喜悦萨姆尔 因为萨姆尔存着受教的心 要听他的话 萨姆尔在神面前心存谦卑 可慕认识神 就得到神许多的默示 耶和华将自己的话默示萨姆尔 因为他用心聆听神的每一句话 今天当主问你 你要我赐你什么 你可求 你会不会回答神 主啊 我要萨姆尔那样聆听的耳朵 求你赐我萨姆尔的听力 叫我能听像受教者一样 所罗门说 你到神的殿要谨慎脚步 因为进前听 胜过愚昧人献祭 神不需要向你取得发言权 祂是神 祂要我们在祂面前存敬畏的心 听祂的话 诗人说 凡敬畏耶和华的无论大小 主必赐福给他 神对敬畏他的人说话 指示他们 今天神接着圣灵对我们心说话 接着圣经对我们心说话 接着环境对我们心说话 你是否听见呢 有耶和华的话嘱咐你 你是否留意呢 很多人不爱听 只爱说 只爱发表自己的意见 并且固执己见 一个人的内心对神 并没有抱持期待 听者无心 神说话 他根本没有听进去 那神的道 就不能在他生命中产生效用 神就暂停 不再向他说话了 定义不想遵行真理的人 神晓得跟他说再多 也没有用 神就不说了 神有很多话要对那些 预备好 要听 并且要遵行的人说 那听见又去行的 这人最为有福 撒谋是神所分别出来 归自己的虔诚人 他听神的声音 并且求告主民 一个人会求告主民 主要有两个原因 第一 他对神的圣洁与慈爱 充满渴望 第二 他对自己有所不能 深有体会 简单说 因为他认识神 所以祷告 因为他感到无助 所以祷告 神后代一切求告他的人 诗篇145篇18节 诗人说 凡求告耶和华的 就是诚心求告他的 耶和华便与他们相近 诗篇59篇10节 世人又说 我的神要以慈爱迎接我 由于撒谋尔听命跟祈祷 以色列人灵命低落的光景 就被改变了 相较于参孙 撒谋尔是标准的拿西尔人 他靠的不是肉体的力量 而像施洗约翰那样 品格道德的力量 他的人品 道德 无可指责 诚实无为 能够服众 他从不认识耶和华 为得耶和华的末世 到被神重用 挽回一个时代 做了当代的士师 先知和祭司 在神的引导下 撒谋尔高丽两位君王 扫罗和大魏 是神施恩给他 赐尊荣给他 使他的话立定 他的谋算成就 撒谋尔并非亚伦的后裔 而是戈侠族的立位人 但是神拣选他 切去以利做祭司 因为以利的儿子 没有一个配得此圣旨 撒谋尔说话时 带着权柄 因为他知道怎样听 他也知道怎样祷告 撒谋尔成了当代 一个深知神的心意 听命而遵行的人 他知道神喜悦 人听他的话 胜过凡计和平安计 神接着撒谋尔 复兴以色列 拯救他们渐渐脱离 非利时人的手 明白了听是关键 就要小心 厌烦纯正的道理 耳朵发扬 随从自己的情欲 增添好些师父 这种 掩耳不听真道 偏向荒谬的言语的态度 主要让自己远离神 去信从虚谎 亚伯拉罕蒙神赐福 是因为听神的话 萨摩尔被神兴起重用 因为听神的话 今天 神继续对他儿女说话 但我们需要分辨出他的声音 在那段 以色列黑暗的日子里 耶和华的英语稀少 神不透过那些 不尊重他 也不认识他 祭司说话 百姓不敬为神 就走自己的路 正是没有异象 民就放肆 但以色列虽然不信 神却依然信实 神的灯 在神耶和华殿内的约柜那里 还没有熄灭 神的灵依然继续引导他的百姓 到如今 神都帮助他们 耶和华与萨摩尔说话 这消息传遍了以色列全境 从淡到别世巴 从北到南 大家都知道 神借着萨摩尔 挽回了一个世代 见证他是 已变已歇的神 神借着萨摩尔走高地的大魏 更是和神心意的君王 按照神的旨意 牧养他的百姓 服侍了那一世代的人 我们一起祷告 主啊 你垂听哈拿 虔诚地祈祷 赐下萨摩尔 让他结束了混乱的事实时期 你对他说话 用你的道引导他当走的道路 扶持他 使用他 他跟祭祀以利是如此不同 以利眼见你的荣耀 离开以色列 贝贝惨惨地死去 你不想他说话 他听不见你的声音 主啊 何时你不再向我们说话 我们心也要留意 要醒悟 萨摩尔从不认识你 到深圳你心 并非一日之功 一促可成 而是日日与你亲密同行 你与他同在 呼唤他 把你要做的事告诉他 让他尽出弊端 你的灵在以色列人中间 活跃动工 使百姓 在萨摩尔指教下 明白善道正路 重新恢复 侍奉你的热情 非日式人开始被惊乱 至终被大卫彻底制服 主啊 你有你工作的方式 萨摩尔求告你 你就应允他 帮助我们也能像萨摩尔一样 因为听你的话 成为一个时代的典范 我们仰望你 愿你向我们施恩 祷告祈求 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我是苏大忠 下次节目时间 空中再会 愿神赐福给您 主耶和花是我牧者 我比不知缺乏 他使我贪我在青草地上 令我在西水旁 他使我的灵苏心 引导我走一路 引导我走一路 主耶和花是我牧者 我比不知缺乏 虽然青草地上 虽然情果自应有故 我也不怕走行 为你为你与我同在同心 你长得安慰我 在我的灵苏心 在我的灵苏心 为我摆设 在我的灵苏心 虽然心果自应有故 我也不怕走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